Hello 各位WeddingHK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敬軒 大家今天是否以為我坐在這裏 是說我和我姐姐的早餐呢 不是的 今天是跟大家說說關於分架的事 很開心在2020年的聖誕前夕 可以和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新品牌 但也可以說是一個舊品牌 一個很經典的香港品牌 去和大家見面 我都拋頭 不知為何一個做音樂的人 會坐在一堆這麼漂亮的分架前面 其實機緣巧合 我想如果有看過一些新聞 或者有看我的新聞的朋友 都會知道 我之前就住在薄芙林的一個 現在政府核下的二級物物 Albrose 因為本身Albrose 他是屬於一個 猶太裔的家族 叫做威爾家族 Will Albert Will 和Rosey Will 我住進去之後 就開始做一些 和這個地方相關的文獻 一些歷史資料的搜集 好像明明中注定的緣分 就有機會認識到他們現在 這個家族的第三代 後來說說說大家 由家族故事、歷史 一直說回他們當年 在香港所創立的這個品牌 英文我們是讀Santa Ferris 但是本身他們讀這個牌子 是叫做Santa Ferris 就是一個法國的牌子 Santa Ferris 其實是一個姓氏 Fair就是兄弟的意思 就等於我們電影公司 Warner Brothers 這樣的一個名字 二戰之前 Santa Ferris 其實是一個 在香港十分之知名的珠寶 和中標的牌子 他們都是賣一些一線的 手錶、駝錶、鑽石、頸鏈、耳環 我想是緣分 無論我自己的審美也好 還是他們本身 現在的第三代全人也好 他們都很想在家族 離開了香港這麼多年之後 如果有一個機會 可以將這個品牌 重新將它的歷史 和他們當年對中標珠寶的那種執著 和審美帶回來香港的話就好了 但是我也有點為難 因為我覺得 我不是做中標珠寶的專家 雖然我自己很喜歡手錶 亦都很喜歡一些很漂亮的手飾 或者藝術品 但始終自己那個不是專業 我就開始跟他們推介 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而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我們都認識了十幾年 他亦都是幫我的演唱會 因為他曾經製作過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就是Kev 姚子瑜先生 因為Kev一直都很擅長去做一些手工精細的 雙嵌的晚禮服 一些的婚紗 我突然突發奇想 我就跟Santa Farris 他們現在的第三代 我就說 如果這個品牌再回來的時候 他會不會真的以家族的故事的背景 去做一個品牌的形象呢? 可能不再做回當年的行業 還有老實說 100年之後 現在的2020年 中標珠寶在香港 是有很大的競爭市場 我說其實我們要入行 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當時大家聊過 有些的brainstorming之後 就決定 如果Santa Farris要回來香港的話 他應該是一個很漂亮的 很present到他們這個家族 和他們的家族背景故事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就開始把所有的歷史背景的資料 我就交給我們的首席設計師Kev 就開始去畫我們第一季的婚嫁系列 和晚裝系列 就有了現在 今天大家在WeddingHK看到的我們的作品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我們在WeddingHK的介紹 還有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來到我們在桃鑼灣的這個概念店 親手去摸一下 去看一下這些這麼漂亮的分散 也都在這裡祝各位WeddingHK的朋友 在接下來的聖誕節和新年都有一個快樂的節日 祝大家身體健康、開開心心